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借着影片能够来知道自己要活得怎么样 更喜乐 更好 那我要接着上一次所讲的腓立比书 就是喜乐的人生 那我希望这些事情能够对你本身 以及对你的家庭都有帮助 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一个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在这个经文里面 保罗提起他身在监狱里头 但是他心不在背板 他心是匡放的 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你就知道里面讲什么 现在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就是十二到二十节 这段圣经里面呢 了解他想这一节话的背景 他是因为传福音被关牢了 那关在牢里面是蛮自由的 他让他呢 租了一个房子 但是每天呢 有这个兵来康守他 就是要有人看他逃跑或是怎么样 还没有被定罪 因为他被传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呢 这些人就说他是扰乱啦 就是把他抓起来啦 送到这个官府去啦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有没有受影响呢 他的心有没有改变 他的怨气说 哎呀 神啊 你看我为你做工 你又不保护我 然后叫我被抓 他没有这个心情 所以我最先要跟我们讲的第一点 就是说 第十二节 马上你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说 如何保持你在不好的环境 环境不顺的时候 不互相主折 说都是你不对 都是你不认真 今天才会这样失败 都是你乱投资 才会这样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有关一个人能不能让他的家有快乐 一个人能不能让他一生有喜乐 他的看法是这样 他说 上帝让我现在来到这个蛮自由的一个监狱 那上帝有什么要借着这个环境来带给我好处 带给他好处呢 他就这样想 平常他不能接触到这个罗马的军兵 但是因为他关两年 每天三班轮制 所以一天就有好几个人站在他旁边 他就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咯 他就看这个是好机会 所以这个叫做机会观点 以机会来看人生的遭遇 而不互相指责 是彼此在看说 今天我们遇到这件事情 是什么机会吗 比如说 在莫斯科这一次的很大的这个刺激 许多人亏损了很多 那就不互相指责 反而说 这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机会吗 比如说 全世界这一次遇到很大的经济风暴 那大家呢 不改变观念的话 就是非常沮丧了 没办法活下去了 那怎么样 把这个当作 这可能是我休息的机会 这可能是让我重新装备自己 读诗 看书 这可能是让夫妻能有一个时间 更轻松一点在一起来享受 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光 或是一起去探索 以前你想探索没机会的地方也好 大自然也好 或是用更多时间在儿女身上 这不都是机会吗 这种机会观 会变成改变我们的人生 保罗说 这么好的机会 每天罗马政府送一些人来到我这里 来听我讲道 那不是机会吗 这种机会观是一个很大的夫妻能够生活得快乐的一个秘诀 在这一个全军当中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 这是为基督的缘故 就说 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让耶稣被传开了 所以他就在十四节的地方 他说 我是相信度性不宜 越发放胆 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在十八节说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所以人都要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在你个人的生活方面 你的目标就是我要为神活 第二 我的目标是为这个家庭活 我的目标要让神被高举 我的目标要让上帝的道被听到 但是第二目标 我要传在这个家 让这个家彼此之间能够显为大 而不是显自己为大 这个叫做 彼此帮助成长 使对方能够把他的好处 优点 更彰显出来 那就是无论什么环境都可能 比如说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他很有些美德 是可以节俭的美德 他有创作性的能力 他可以把小小的本钱做出一个适合这个本钱的生意 很多方法都可以照常显大 所以请你向你隔壁的人说 无论如何 我们是为基督而活 第二句 无论如何 我们要我们的家好 无论如何 我要让你显大 在神被高举 你也能够显大 就是你的优点 你的好吃 能够彰显出来 借着困难 不是互相贬价 那是互相高举 让彼此有发挥你优点 跟你的恩赐的地方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转据点 许多人这个点假如转的过去 他的人生会很大的不同 他保罗竟然能在监牢里头写这一封信说 哎呀 真好哦 上帝啊 你给我这个机会难得哦 这些军人都能来听我讲道哦 你知道吗 果然是这样耶 就因为保罗被关两年 他呢 官方跟宫廷里面 就许多许多人来信主耶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是怎么福音能传到这个宫廷去呢 那竟然是这样 机会不一定在顺境的时候临到 机会会在逆境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彼此向对方说 我要委身 无论怎么环境 我要帮助你 让你呢 能够发挥起来你的潜能 这是宝费 人生有春夏秋冬 有一句话说 许多人只会活在春天 一生当中只有顺境的时候 他活得好 一有困难呢 他没办法 那今天我要把这句话送给你 好 请你们跟我说 我的人生能够活在春夏秋冬 都能发现它的美 活吃它的美 好不好 我们一起说 我的人生无论是春夏秋冬 都能活得好 活的美都能发挥 所以也许现在是你的冬天 哎呀 世面看起来都没有太阳 然后又每天阴雨 哎呀 又冷 你看到的不是冬天 冬天也能产生许多美的水果 好的东西 对不对 让我们人生的冬天 甚至有时候冬明 什么都不能做 就只能睡觉 有没有 生病的时候就冬明了 都不能发挥了 也能产生美的东西 春夏秋冬都是美的 我们一起说 春夏秋冬都是美的 我上个礼拜天去一个教会做礼拜 遇到一个活在冬天 还活得那么美的人 叫我回来一直想这个人的故事 我的想就说 怎么她能这样呢 我就想 怎么样 这个姐妹几个月前她告诉我 8月3号 发现她有肺癌 那么去检查啦 医生说你的肺癌是最严重 最毒的 所以她会上得很快 她说真的是散得很快 现在到脑里面去了 脑又长了两个 但是你知道吗 我在跟这个姐妹讲话的时候 她好像这个事是别人的事 笑咪咪跟我讲 她说牧师你知道吗 我给这个流叫做恩典流 她说我现在有两个恩典流在头上 她说上帝怎么给我恩典呢 我去化疗 通常化疗会 医生说口会破 然后吃不下东西 还会呕吐 但是上帝就给我恩典 吃得好 睡得好 口也没有破 也没有呕吐 然后又特别饿 她说你看我胖了 哪有一个人受化疗还胖的 她真的胖了 她脸都圆了 她说这个叫恩典 她说我一点都不害怕 她说我半夜还起来吃粽子 因为肚子饿了 哎呀我真是笑了 我是笑了 说怎么有一个人这么好的恩典呢 化疗大家都苦美的 哎呀苦得要死 她还会笑 还会吃得多 因为她相信冬天也能活得好 冬天也能有神的恩典 使冬天里面不受寒 冬天里面也能开花 有的花是在冬天开的 亲爱的朋友 你把这个事情拿来夫妻一起讨论 然后你问你的配偶 说你的人生过去 还没结婚以前有过冬天吗 哦 也许她从来没有告诉你哦 还有你发现以后说 哇 你怎么这样能够过了你的冬天 今天又成为这样一个人呢 哇 你会重新看她哦 啊 冬天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冬天 当我在教书的时候 常常要学生写她的那个过去 怎么影响她 所以要写她的历史 从小长大的历史 我发现有些人的冬天又苦又长 但是有的人的冬天 他能够把冬天变成怎么样 变成他养育他生命每部分 每的部分花样出来 我知道有一个牧师 他就写出来说 他从小长大的繁静 在大家族当中 哎呀 每天大家都在吵架 哎呀 大声小声的吵架 那他是喜欢安静看书的人 他说他很苦啊 所以他到现在脸都笑不出来 但是呢 他里面的内涵很丰富 他现在在做神学院的院长 怎么能够从冬天里面开发 就是因为他知道 冬天就要以冬天的准备心态 不要在冬天很冷的时候 你就乱传 冬天你就要预备里面怎么温暖 怎么预寒 怎么有一些温暖的支持 从别的地方来 就这样 所以春夏秋冬 现在请你稍微跟你旁边的人分享 你有没有过冬天 然後呢 你怎么熬过这个冬天 然后这个冬天怎么对你今天成为一种帮助 春夏秋冬 主要有神的同在 都可以安然度过且得一处 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 有神里人是不同的 福利比书不是空空叫我们说 你要喜乐 要喜乐 什么都会好 不是 他是有一个秘诀的字 叫做在基督里 好 我给你功课 回去的时候 福利比书要读很多处 读到你以后可以教福利比书 那么福利比书里面 在基督里这一句话 你都把它圈起来 圈起来 那算出来看基督里一共讲了几次 然后呢 在基督里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在基督里有什么帮助 这些都把它圈起来 那你就知道说 你读了圣经 圣经的话就成为你的力量了 所以基督被传开 要知道什么困难 都是要让耶稣从你身上被传出去 什么困难都要让对方感受到 你看中他 你扶持他 你支持他 我非常喜欢保罗很会做宣告 宣告 宣告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它讲出来 然后确定这是你的了 他呢 在第十五到十七当中 说到有一些人传耶稣 但是呢 他传的方法跟动机不对 是会结党 会竞争 他说这种是不好 但是上帝也会借着人的软弱缺点 把耶稣传开起来 这就是上十五到十八节这一段 但是呢 他说为了这样 我是欢欢欢喜喜啦 反正耶稣被传开 我就高兴啦 这个意思 所以当我们的家庭生活 里面也会有冲突 里面也会有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要达到好的结果 这是夫妻生活很重要的一点 不要因为有冲突 就彼此就隔离了 心就隔离了 就冷淡了 然后就批评了 就判断了 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了 从此就不跟你要好了 不跟你不理你了 不跟你做好的配偶了 这都是不对的 无论是出于什么 就是呢 要彼此之间达到说 让对方得到一处 借着这一次的冲突 来反省 借着这一次嫉妒的心 来反省 以便对方能够更好 以便夫妻的关系能够更好 在家庭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因为某一些小的事情 引起大的事情 不要牢牢记住过去的冲突不好的地方 乃是要说好吧 有这冲突乃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将来 这种心态 这个家就好了 这个团契就好了 那教会生活也有冲突的 但是不要因为冲突 就牢记别人的错误跟缺点 要突破 因为我们在一起 务必是要让基督被传开了 让基督被传开了 在十九到二十里面 有几句重要的话语 巴罗说 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什么意思 我们有两个来源的帮助 一就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跟神的关系 力量就不够了 上帝的灵在我里面 所以我无论在怎么环境困境之下 我有时候出于自己的软弱 但是上帝的灵会得胜 宣告神的灵帮助我 第二因着你们的祷告 我终必得救 什么意思呢 说互相带倒的力量 会产生突破困难的关键 他说我现在被关 但我相信神跟我同在 我相信你们在替我祷告 所以我终究会从这里出去的 我一定会从这里被救出去的 他有这个信念 这种信念呢 因为有两个资源的供应 好 请记得这两个资源 是我们很大的资源 没有资源 主说我要快乐啊 我要宣告啊 不行的 第一资源是什么 上帝的灵必帮助我 第二你们以祷告 替我祷告帮助我 所以夫妻之间 一起祷告 彼此带倒 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家庭看重祷告 家庭有没有 因为你的祷告 我得到帮助了 要有这种信念 因为你在提醒我 帮助我 所以我就更感受 上帝的灵跟我同在 这是很要紧的 因为这些事情没有 就是没有里面的本钱 没有里面的本钱 我们很快就孤堪了 耐性有多久啊 爱心有多长啊 哇 这个都是很受考验的 但是看重 每天早上 一定要跟神友来往 读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神的话在我里面 去加强我的灵 彼此的代导 为对方祷告 我在想 有一个转念 我们很需要的 夫妻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很难饶视对方 一直会想 他为什么这样带我 他为什么这样 这个要一个转念 当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我要怎样为他祷告 代祷的力量一定要看重 祷告是一个转动 事情的关键 你奇妙的祷告的力量 会使对方得到额外的帮助 所以呢 因为上帝的灵帮助我 因为你们的祷告 我就相信我一定会得救 再来一点 二十节 照着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主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总教基督 照常显大 好 请你把几个字连起来 第一 为基督的缘故 第二十八节 基督究竟被传开 第三二十节 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好我们回到二十节 照着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这一句话好不好啊 你把这一句话应用到你身上 你目前最盼望的是什么 你目前最可慕的是什么 是不是切勿我们这个家能够好 这个家能够猛祝福 有甜蜜的家 有快乐的家 有猛祝福的家 是不是切勿我们的儿女将来 也能够真正得到神的祝福 连结于神 是不是切勿说 我做的事业能够猛神祝福 能够成功 宣告 宣告吧 这些愚愧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要的 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五节这样说 三十四篇第五节说 凡仰望他的便有荣耀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做坑苦人呼求 耶和华必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我很有兴趣从报纸或杂志 剪一些人的故事 那我一直有一种的收集 就是那些本来很好的 有地位有钱财 被人以为是很尊敬的人 但因为贪污不诚实 或是在性生活失败乱来 然后被公报在这个报纸上面蒙羞 那这一种呢 是叫我觉得多可惜啊 所以我会把这些故事剪下来 要做更多人的警惕警惕 那有时候那个蒙羞就是 一生都完了耶 一生都完了 没有机会再拿回来了 因为有时候他蒙羞 假如他做这个经济的那个投资公司 然后他就骗了人很多钱 就要关劳耶 最近有一个人他被判一百五十四 五十年耶 那我看他的那个相片登出来在杂志 哎呀 有一个人是这么垂头的 不敢抬头看人 有一个人虽然抬头 但是他的脸真是 哎呀不知道怎么描示 那种脸不是我们要的脸 哇 这种人生都不是我们要的 亲爱的朋友 你能够今天向着主说 主啊 我一生所切慕所盼望的 求你叫我 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 好不好 然后假如你夫妻都在这里 你就拉着手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使我们所做所盼望的 没有一件事叫对方羞愧 什么最叫对方羞愧 婚姻不纯洁 在婚姻之外 有婚外勤 这种事情 是你本身羞愧 家人羞愧 而你可能代代羞愧 这种事情 我们一定要从头定好 我们的标准 我们是要让这个家族 容神益人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 叫要宗对不对 让祖先得到荣耀 所以不要有一件事 是羞愧的事 在我们当中 偷偷地跟不正当的人来往 偷偷地打电话 偷偷地讲一些不应该有的 圣灵是最会教导我们 保守我们的 当然我们用这种心智 在神面前 神啊 没有一事 我所盼望 所怯慕的 叫我羞愧 在上帝的恩典之下 在他的帮助里面 我们的心智一定要有上帝的灵的同在 一定要有祷告 一定要有高的目标 我这一生是要彰显耶稣基督 我们的家就成为神所祝福的一个家 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家庭是神所要祝福的 夫妻是神要让我们一起来 传扬耶稣基督高举神的荣耀 让神的名被传开 无论是春天 夏天秋天冬天 都是能够活得喜乐 活得有意义 活得荣耀神的名 这个礼拜 我要你们彼此 在家庭生活里面 有很多一起祷告的时间 一起读经 把这一段圣经里面 你想背起来的 就把它背起来 背在你的心里头 那是刚刚我们讲这个二十节 你可以背起来以后宣告 每天神啊 我今天的生活 我所切勿的 所盼望的 是要你的名被传开 主啊我所盼望的是 没有一件事 是叫我羞愧的 好不好 祝福你们 一个礼拜一个月 把所读的去实行 我是希望你一生 有好多圣经是你很熟悉的 我鼓励你 腓立比斯只有四章 我鼓励你读最少十次 你挑战自己看看 最少读十次 读到很熟里面的话语 成为你的生命 主耶稣我要宣告你 无论怎样的环境 我要让你的名传开 荣耀你的名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 借着这一种机会 来互相学习 带着充满喜乐 盼望回家去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 因为你曾经应许我们 凡仰望你的 便有光荣 不至羞愧 主啊我们的脸 要充满荣耀 充满光荣 因为我们有你 跟我们同在 我们也相信 你会借着各种机会 带祝福给我们 我们仍是要放一个 清楚的目标 上帝啊你的名被高举 耶稣啊你的名被传开 无论我在春夏秋冬 哪一个阶段 上帝你要绕我 让你的名显为大 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